新闻大小评 父母爱情我来评 说未婚情侣的爱情 那是干柴烈火的浪漫 那相伴已久的父母爱情 又是怎样的呢 说最近呢 安徽宣承 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呢 一起拍了婚纱照 照片里的一家人是相互依偎 而那个顶着光头 笑得超甜的妻子江女士 格外惹眼 于去年被确诊为乳腺癌 那个时候是正在放聊 是我先提出来的 然后我老公也觉得挺好的 就入干年后 跟我老公可以回一起 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这段时光 他都陪在我身边 然后就觉得还是比较感动的 比较欣慰的 这因为被确诊为乳腺癌 这对年轻的父母 补上了七年婚姻的第一套婚纱照 这套照片温暖的时光 幸福的岁月 也会给他们的孩子 留下关于爱情的第一眼印象 这个印象很美好 当然并不是所有孩子 眼中父母的爱情 都那么的温润 这有甜就有咸 咱们来看看海龙江随话 一位女儿镜头下的父母 你得贴心了 你昨晚给他做手醋了 还有这 这前后面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狗俩玩前后呼应呢 这前后肩要不咋穿呢 还有这帽子 你怎么没找地方呢 你怎么不快点 我摆这电视是给你晒帽子的 我就看这画面 晒衣服嘛 是不是 我这也是找到战友了 说实话 这晒衣服我就没咋明白过 但是这位父亲 你看这委屈巴巴的样 我是绝对的明白 真爱 绝对是真爱 是吧 你在用力的吵 我在乖乖的听 咱一切都照做 这份东北式浪漫的 绝对服从背后 是绝对的包容 绝对的 只嫌弃不抛弃 更是绝对的 相知相守的 父母爱情 那边